三季一的天氣又不一樣 天氣變化還大 又來 太早了吧 不能讓我好好的後患 要喝咖啡嗎 帳篷露營一定是這樣 兩個人要睡四人障 四個人要睡六人障 六個人要睡八人障 就這樣 對 對 就晚了 哈哈 一直不想理他 這個聲音會聽得很阿扎 對 我就不想理他 我們昨天晚上兩點半才睡 伯鴻早上跟我說 你很誇張 你躺下去大概幾秒鐘 然後就錄定 然後六點半就起來 所以睡得還蠻好看手錶的 深層睡眠有四個小時 OK 你該不會再打掃我們的 沒有 要把它折一折 折好了 我實在太羞愧 可以了 你五點多就起來 對 我就醒來一下 可能天亮了什麼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是 剛睡著這樣 就他沒動過就這樣 然後我睡了就東倒西歪 因為我知道那個 一直動來動去就會很吵 對 就是那個聲音很對 然後又有塑膠聲音 早安 早 睡得如何 他睡得吵 錄影的代表 那你很適合 適合錄影 很適合錄影 超適合 Good morning 早 你今天要換這麼多衣服 對 你怎麼帶來拖車來 對 你又把你的衣服拿 你又把你的衣櫃搬住 想說你帶那麼多衣服來換 昨天換四套 睡了好嗎 熱 熱 謝謝你的電風扇 謝謝風扇 那睡到我真的不行 突然有一股涼風 你知道嗎 我要每天很貼心 就是拿那個風扇給我 突然我帶了兩個風扇 你超周全 真的 結果我知道 白天一定會 所以你平常去錄影會帶幾代 就是基本上開一台休旅車 然後後面的位置倒下 然後整個後行箱都是滿 薛妮有遇過那種 你們搭完帳篷 然後被風吹倒過的嗎 有一次是在山上 然後也是狂風暴 大家在打麻將在玩 然後就不管那個風吹雨打 結果 風太大把一根骨架吹斷了 整個馬上瞬間倒塌 然後大家就這樣哇 然後那個麻將散落雨 就被霧在那個上洪裡面 對啊 好恐怖喔 很恐怖 為什麼不能在家裡好好看 對啊 為什麼一定要出來 這個是有講說大致 就是氣象預報是沒看到 有這個氣象的 結果當下去 因為山區不一樣 山區的天氣又不一樣 天氣變化太大 又來 太早了吧 不能讓我好好的好玩 一杯咖啡嗎 降棚露營一定是這樣 兩個人要睡四人障 四個人要睡六人障 六個人要睡八人障 就這樣 對 就玩捏捏 一直不想理他 這個聲音會聽得很阿扎 對啊我就不想理他